十字架 一九零零年 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 一百八十八名西方传道士和两万多名中国基督徒被杀害 此后五十年间 更多西方传道士来到中国 创立大学十三所 中小学六千多间 医院九百多座 中国基督徒也增长近十倍 达七十多万 中国共产党认为 这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结果 于是撵走西方传道士 改造中国传道人 全面推行 无神论教育 又过了五十多年 今天 中国基督徒大约有七千万 增长近一百倍 跨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 就像一条什么都不顾 只顾腾飞的巨罗 他那肉体的蓬勃和灵魂的麻木 同样有目固度 经济的腾飞和道德的下降 一样触目惊喜 国人灵魂的加速度坠落 是一件可怕的事 更可怕的是举国上下都束手无策 久而久之竟不以为然 在缅甸那个赌场里面 一个晚上把自己 二十几年赚到的钱 全部输光了 所以回到广州 非常心悔意乐 觉得暗无天日 那时间我的朋友呢 我们到夜冷会 抽大麻 吃药偷玩 最认为是一种解脱 但这种解脱是暂时的 始终要回到现实 那么回到现实以后呢 这个人呢 人的感觉 就比以前更加的痛苦 所谓尝识去寻找神 所以我就到我们国内的各个新华书店 去买圣经 但是没有买到 后来我在跟我一个朋友吃饭的时候 我说我想接触圣经 我想信基督教 我说你对这方面有没有认识啊 我这个朋友说 有啊 我认识教会的人呢 当天晚上就打电话 第二天我就约了跟那个弟兄见面 他就当天晚上为我做了这个 决志祷告 我戒烟戒酒 包括大妈和这个摇头娃 我没有感觉到太大 太大的痛苦 我总觉得有一股力量在帮助 帮我把它戒掉了 我信主以后啊 对我人生改变非常大 有段时间我想到我一定把我以前所失去的啊 钱车楼全部要不要重新赚回来 但我现在并不那么想 但是现在我还是还是在追求我的事业 但是这并不是最重要的 吃完饭以后啊 陪自己的妻子睡去三餐步啊 啊 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啊 啊 读经啊 祷告啊 我觉得是一种乐趣 特别是读经 我觉得现在读经对我来讲是一种最大的享受 所以整个家庭对我的看法都已经改变了 完全改变了 它变化很大 就是我觉得它对我就是更关心了 然后整个人好像就是 因为它接交了一帮那么好的朋友啊 对我们这家应该也是说很很很蒙恩呢 我就觉得真的很好 当耶稣传道的时候 他说天国尽了 你们应该回改 今天每个人都要回家 这弟兄原来呀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在社会上来说 就像现在说那个黑社会那些人士 你说抢啊 骂人啊 打仗啊 哎 都干过 那个领着一帮朋友 晚间出去看谁家小金好哈 就把那小金 就去裸过来 我听到说把那头一拧 夹着就走啊 回家就整个吃 我要乡中谁家的姑娘 我直接就找他妈 一去就四五个 说话就是骂人 骂人就说话 那跟谁说话 就抬手就打人 有一次我跟他说 我说他以前不信人 看着你就必须就摸两下子 才能放过去 他能改到现在 这是神的恩典 你说是这样的人 能达到今天这样 你说是不是感谢神 他真是永远归给主啊 感谢主 是耶稣基督的 今天我一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你 对于刚刚在中国扎根的基督信仰 大多数中国人并不十分了解 有人视之为一种宗教迷信 有人视之为一种西方文化 有人视之为一种社会势力 其实耶稣降生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这个福音的原始内核 今天就像清泉活水 冲刷着中国人心中各样罪孽的沉淀 我在黑社会做老板 在利说开赌当 放高利贷 后来我就眼上了毒瘾 我试读 全部的家常都全部给我起光 我借了20多次也借不了 我妈就 儿子你信耶稣吧 我说好啊 信就信吧 那你就糊糊涂涂 就试一下那种感觉 那时候我就 我妈就拉住我的手 她就打告 她说主耶稣啊 我感谢你 我现在我的儿子说要信抗你 我把这个儿子带到你面前 求你来救救他 如果他要信抗你 我愿意把我的伤命也献给你 我连我这个命也不要 只要你肯来救他 听到他这样的祷告 我就很感动 我说好啊 我愿意悔改 把我所有的罪都悔改 过了半个时间 慢慢慢慢就睡了 睡到第二天的少女 我醒来的时候 整个人的身体的力量 我不知道从哪里 我那时候真的不知道从哪里 从那天几年前 戒毒到现在 我真的不知道 那种力量是从哪里来 我相信是从耶稣基督那里来 跟我当地的公安局 以前那些局长七方 七方前我说 我要打告 因为我是耶稣 才能救了我 他都说了一句 为什么耶稣 救不起来救你 如果早一点救你 我们这个陷阱没有这么乱 没有搞到天方地府 你找一点信耶稣 救你的那些兄弟去信耶稣 带他们去吧 我记起你 我是感谢主 你也可以去听听 当时我不记得 我们查经查了什么 我就记得他们就说 你有什么问题吗 然后我就说 我觉得 我就是不懂得怎么去爱 当时这的确是我心里的一个真话 因为我觉得 为什么我这么努力地去爱别人 但是别人不接受你的爱 然后我也感觉不到爱 我当时跟我的男朋友 因为一些不和 然后我就开始随便交男朋友 我们的同宿舍有两个女孩子是信主的 他们问我要不要信 我说好 我来信 然后他们说 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来爱 人人都有罪 不配上帝的荣耀 当这个事实终于被中国人看见 当一个中国人终于承认自己是个罪人 需要上帝的赦免和生命的洗礼 这对于自古缺乏忏悔意识的中华民族来说 是一场多么深刻的心灵变革呀 我有一次喝酒 我喝得特别喝了一吊就打嘴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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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从新年车之后吧 9月接着真是厌厌就厉害 有时候呢 就是我们两个要打仗点说话 有时候骂人了 也骂不出来了 最后一次打架的时候 我自己在床上躺了两天两夜 没有吃饭 没有喝水 然后我就想 不如去信耶稣吧 如果信耶稣不生气了 然后我们两个再一块哭 如果信耶稣如果不管用的话 活得去死 活得去离婚 我们到现在已经信了有六年了吧 现在我们夫妻挺好的 心中不麻的 不达的 不头不膜 也不抢膜的 没点不行 没点 令人惊讶的是 不管是乡下农民 还是知识分子 不管是堕落的个人 还是破碎的家庭 只要到耶稣这里来 就得着一种新生命 有的时候为他祷告的时候 也比较灰心 觉得他好像没有任何的改变 反而更败坏 保罗说 他说他是一个罪魁 我也是 看那个米兰昆德拉的那个 那个生命中不可承受之心 他就讲到 他说 男人有两种 一种就是在一个女人的身上 去发现所有女人的美德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 在所有女人的身上 去发现一个女人的美德 那么既然我在一个女人身上 发现不了 所有女人的这种美德 那我就是来选择了第二种 就是在所有女人身上 去发现一个女人的美德 结果真的是越陷越深 这是一个罪恋深重的人 不但是在伤害 就是一个把自己完全交头给你的 一个妻子 而且真的是在欺骗自己的良心 在麻木自己的良心 但是又不怕来摆脱这种事实 觉得好像两边啊 三边啊 或者是多边可能都得照顾到 这个东西是非常累 后来就觉得离婚 可能是更好的一个结局 一个结晶的一个办法 可是当时 虽然我嘴里的喊 我说离婚 但是我知道我做不到 神给我那种力量 那种忍耐 就是对于他的一些恶言的攻击啊 这些我们要是换了我 以前的我 我不可能忍受那些 但是我想那时候我有忍耐 他攻击我的时候 或怎么样的时候 我就 我就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我就祷告 就求神改变 他姓主之前的时候 我不撒谎 他也认为我是撒谎 要跟他解释很多遍 就是我不是去那个什么什么 我是去那个什么什么 但是后来他姓主以后 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力量 就是这个 他 他非能相信我 我说我要出去 他说你去吧 后来我 就是我看到他那个 看到他那个面孔的时候 我觉得我不敢 在他面前撒谎了 信了以后 那个 心里有平安 然后就是 一点都不感觉到 这个有什么事情 值得你生气 就是有时候 我也是找些话题 我找些这个理由来 就是希望他能跟我找一找 结果就发现 他跑了 跑了 然后就出房 到厕所 去祷告 然后 一样 我说这个不可能啊 我说一个 我说这丫头 不可能有这样的力量 能够胜过 他在生气 他发火 然后我在对面 我不肯胜 我就在那祷告 然后求主 把他的火气 给他降下来 然后 特别奇妙 我就眼看着他那火 他出来 那个火气的那样子 等他那个火 就下来了 下来了以后呢 他还 他叹口气 哎 哎呦 还又过来哄我 哎呦 我就心里特别感谢主 我想这真的是 神 神在改变 神在我们中间 垂听我的祷告 后来他告诉我 他说我常常为我 这个流泪祷告 有一天神 神给了他一句话 不要爱哭 我必将他从地国带会 4月10号98年的 另一年的那一天 是耶稣的受难日 是我们两个人的结婚纪念日 他去聚会 然后我说晚上 我说北京太乱了 我说那个 我送你去吧 我心想我送你去 然后就 在外面坐着 然后你回来之后 他送你回来就行了 结果去了以后 人家就把我请到最里边 在坐着 然后回来以后 我就跟 我就跟媳妇说 我说我想做个祷告 我说怎么做 然后他就 带我到厕所里 然后我们就 跪着那 他说你认罪 然后我就认罪 然后他说 他是从那边看到我 那么哇哇地哭 我真的第一次看到 他那里哭认罪 开始还小小声音 抽气 害怕听到了 然后后来干脆放开了 就哭 我觉得天上就像 一个活动的那个书一样 然后我的每个罪 真的是认了这个 然后花他拿开了 然后认那个 认那个 就好多我以前 记不起来的那些东西 都记起来了 我觉得真的是很奇妙 我说上帝真的是 要是再晚一点决定 或什么的话 我估计我 我都不知道 我死在哪 我们俩都来到主的面前 以后你才知道 我们真是 完全在一个新的生活里面 非常的光明美好的生活 非常感谢主 爸爸在这里 真的我觉得 真的是沟通非常好 他也明白我 我也明白他 然后就是体会那个 上帝说二人合而为一的 那种感觉 真的是神在我们中间 然后呢 我们一起来靠近神的时候 这个非常好 我原来发现 他不是那么不容易沟通的 他也是那么需要 就是说被爱啊 我觉得 而且我觉得就是 真的 我把感情就是 放在他一个身上 就已经 我觉得这已经很完整了 有一次 哎呀 我就对一些说 我说真的是我找到了 那种初恋的感觉 上帝是很奇妙的 他让爱 进到这个家庭里面 然后 真是从撒旦的手中 把我们救出来 然后使这个家庭 恢复了那个 真的是像伊甸园的 那种生活 就是没有遮览的 然后 像以前我可能 把我的手机 户籍 都要隐藏的 就是生怕 接触了电话 然后就意外发生 但是这个时候 我觉得 当我出门的时候 我可以把手机 把户籍全部给他 我说你给我回电话 你给我干什么 你成为我的小秘书 然后我也成为 他的小秘书 户籍之间没有隐瞒 没有隐藏 就是身心灵的 一种完全那种结合 看起手帐 看起手帐 陪伤月轻 让生活安顾 歌声亮亮 笑着运行 在每个日子里 看起手帐 陪伤月轻 让生活安顾 歌声亮亮 笑着运行 在每个日子里 人类的头脑 人类的头脑 也许永远弄不明白 为什么十字架上的耶稣 具有如此巨大的 生命更新能力 然而 人类的心灵 却一千次 一万次地经历着 这种更新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 也不例外 也没说要离婚 反正是就不在一起 不在一起 就是按不幸之上 很危险嘛 在深圳搭理那个工作 觉得很有自己的位置 几乎就没有把家里的孩子 和老公放在心上 就到了快离婚的那种地步 也就觉得挺没意思的 我印象中 我父母的生活 他们两个就是说 就是只是凑合在一块过日子 就是说 我看不到 就是说 这个家庭有维持下去的必要 我太太接受住最晚 她就看了信主以后 我有变化以后 她就来信主 她说 你回来看我一下 看到我变化 你就知道我的信仰了 我说信什么 我说的 你又抽烟又喝酒 我说你从来不懂得爱别人 别那么懒 你不爱干家务 我就为我的父母祷告 直到有一天 直到我毕业的那一年 我的父母终于走到了一起 他对我的变化 我好像是 从我们结婚到现在都没有过的 我最大的感受是 我不知道 我以前就是说 年轻的时候 要说起来 还是 也不算丑嘛 也是挺漂亮的一个女孩 那时候吧 我年轻的时候 我都没有改变了她 就是说我现在老了 反正她对我都是很好的 五年前的时候 我们家有三辆汽车 现在呢 我们家只有三辆自行车 如果说 让我回到以前 有三辆汽车的生活 我肯定 我肯定说我不愿意 因为我们现在 尽管我们只有三辆自行车 但是我们家的生活 完完全全都改变了 我都是在家里 都给我老公气差的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变的 如果中午起来的时候 我就有杯特别可口的茶 是我老公会帮我乞讨的 而且是 是我喜欢喝的乌龙茶 我觉得这个变化 要不是煮的话 谁都 谁都不会有这么大的能量 真的 我也不知道这是来自基督的爱 还是来自谁的 但是他们真正爱我 这是一个事实 这是一个改变不了的事实 这是一个曾经四处流浪的孤儿 1999年被成都一个家庭教会收养 后来成为一名传道人 我12岁出来的 在外流浪有过四年 在这四年当中 经常在外面打架 像我头上有很多 这三八都是被打架留下来的 在背上被别人捅了一刀 是流浪很多 结果他们把我送到医院 看到车站街头 有许多这样的孩子 教会就建立孤儿院收养他们 这些孩子呢 在外的时候都是流浪的 他们可以说呢 他染上了社会当中的 各种的坏的习惯 那么当他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一方面 用耶稣的爱去爱他们 另一方面呢 用借着圣经 借着神的话呢 来使他们得到改变 有许多的孩子特别的调皮 一进这个家 三天他就改变了 那个性情的颜色呀 那个脸色呀 全部都改了 为什么是神的爱来改变他们 爱来更新他们 来折服了他们 我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去 我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 天里都要想要 我的家是内蒙的 爸爸妈妈把我丢了 因为我看不见 我眼睛瞎了 我爸爸妈妈被警察抓了 走了 后来家里没人 我就出来了 出来流浪 帮我妈妈打我 我从家里面跑出来 我拿到我妈的 六十亿元钱跑出来的 我爸爸死了之后 我感觉着我妈妈 很恨我死了 后来我就 拿了二十块钱就出来了 这样一把我捡到这里来 七八岁的时候 我爸爸 我爸爸吸毒死了 我妈妈把他跑了 跟别人结婚 他跟别人说 他不认识我 我爸爸帮我 帮我兄弟卖了 我爸爸他说 想买我 我就跑出来 我爸爸打了我 跑出来 我爸火车 到时候 走到哪里 就到哪里 他又聋 又牙 来到这里 开始的时候 就打小孩们 后来他就知道 打人不对 知道什么叫善 什么是饿了 他就会帮助小孩们 你几岁了 你说四岁了 你是哪的人 内蒙的 你爸爸妈妈呢 乖乖 这个小孩呢 他是高姨 还有两个姐妹 他们捡的 从小弄得这么大 以前一直很自卑 我看不起自己人 但我在那里 看到山里河的男人 我依他们 无亲无故的小孩 他们会这样 为不自的照顾 我慢慢学会 因为这是基督的爱 我慢慢学会 去爱别人 为了人群 敲人的眼睛 仰望住 都经受了风吹雨打 把不得音乐 走遍全世界 把爱的终止佛萨 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 这些照看孤儿的姐妹们 不仅没有薪水 没有假期 社会也不承认 他们的付出 他们必须东躲西藏的 抚养这些孩子 原因是 他们属于家庭教会 但是我知道这里有神的爱 我当我去爱别人的时候 我发现爱是何等的伟大 何等的神圣 真的 真是 爱是很难很难 他就是付出 就是奉献 在这个人人为自己的时代 这种甘愿牺牲自己的十字架之爱 真像荒漠中的甘泉一样宝贵 我们中国的大地上 现在所缺少的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爱 这个爱是一种博爱 这种爱就是来自于 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 只有每个人信了主之后 这种爱就会由每个人身上 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 爱主能获得家庭的平安 通过这个小的这个氛围 扩展地说吧 基督徒多了 这个国家也会平安 不会兴旺 也会蒙福 就中国今天的社会的问题 我觉得就是人心的问题 就是爱的问题 我觉得今天中国 中国人已经丧失了爱的能力 这次非常可怜可怕 中国的知识分子 如今也开始 以他们特有的方式 谈论并追求耶稣基督的爱 过去我可能被大家看着 这种社会批判 很尖锐 很锐利 我觉得这几个经济 是我生命中的一个方面 还有比它更接近 我生命本质的一方面 比如爱 比如同情 比如悲悲悲 而这一方面 跟基督教的这些 包括我对圣经的 也应该研读 非常有关 95% of Americans say they believe in God and I'm one of them 布什这次来华 他谈到911的时候 眼睛是包含着泪花 作为学生 作为会议主持人 中国的这边的 应该首先向布什总统 向美国人问候一下 关于911的事情 但所有的问题 没有关于911的 这个并不是说 他们不想问 原因就在于 他根本没有这种意识 为什么没有这种意识呢 还是因为 军中没有神 没有把别人的苦难 当作自己的苦难 他们问的问题 即使还是台海两个片岸之间 如何还在战争的问题 尤其是非要是 遗憾到的 因为信仰给予我们一种 道理的理性 传扬上帝的爱 这是艺术家很重要的 如果这艺术家没有这层东西的话 我觉得在这个艺术语言 可能能是一个好的艺术家 但不一定成为一个有意义的艺术家 我觉得一个真正有意义的艺术家 应该是带给社会是一个特别健康的东西 一个积极向上的东西 这位本名王永生的艺术家 原来曾经活在醉里不能自拔 跟一个女的在一起 待一段就不和 不和就分开 再跟人家就不和又分开 就这样的一种生活 周围的很多朋友艺术家 在家庭上都是一塌糊涂 几乎没有完整的 这里没有博爱 没有宽容 这里以成败论英雄 以厉害为衣龟 以阴谋为智慧 以斗争为光荣 我一看神州 我才知道这里头 中国人缺什么 我也知道我原来不懂的爱 也是在那里挺正常的 已经明白了 我信主这个过程 就是也是挺正常 没有什么抵挡 我看了这个神州之后 我又紧接着看了一些 刘晓峰的那些书 我也看了一下 曾锐就到我们家 跟我谈过一段时间 我说我要信这个上帝 我新主到现在才一年 应该是一个在信仰上是个小孩子 但是我每天都祷告 在工作上 在为一些朋友的事上 我就祷告 我也盼望着每个星期的聚会 我们那个团体叫艺术家团体 主要是唱歌跳舞的 这些朋友在一起 每个星期在一起沟通一下 感觉是特别舒服 像回到家似的 就特别美好 今天就是那个爱字 把我们这么多人 带到了这个地方 我有一首歌 我唱得出来 我怎么唱 如果是这个作品 如果是没有神的爱 去贯注到它里面的话 没有震撼力 我自己开了个酒吧 天天就是烂醉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也吸毒 所以我对所有的事情都很麻木 但是我看到圣经里面有句话 它说 你要保守你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 所以这个话对我感受特别是 我知道我的心已经没有了 那刚好来北京以后 我就认识我太太 那时候去追她 那为了追她 我那时候就也是追到教会里去 我们班就我开始是一个基督徒 然后后面慢慢传福音 很多就也都信了 他们在那个班里做的那种工作 和那种学习的态度 就很给那些老师觉得 呀 这些孩子都是基督徒 很好 他们就很好 全舞蹈比赛 拿了一个表演一能奖吧 比赛之前拿着自己的道具 站在舞台的后面 你静静的一个人祷告吧 可能别人都觉得 我好像在干嘛 我觉得我现在的心态 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虽然在这里面 也有一些磨难或者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心态是不一样的 看待每一件事情 我都非常的喜乐 最近这段时间吧 一提起神 我就总觉得 就想流泪 但是我觉得不是痛苦的泪 就是很 说不上来一种感觉 很平安 很喜乐 真的是觉得人世间很冷漠 除了上帝的爱吧 我觉得神在拉着我的手 他在拉着我跟我一起走 即使是在黑暗中 但是特别有方向 叫我们遇见事态 救我们脱离凶了 一到礼拜五 礼拜六晚上 一打麻将 一打就是整宿的打 打的就是 就是翻天覆地的 就我们家这个地方 就是有时候朋友来多了 一二三 楼上楼下都是 都是打麻将的 在半年之内 也就是输掉九万多块钱 有个姐妹 把我带到这教会以后 我就觉得特别好 那天晚上 我就从头到尾 就把所有的事情都讲到天 心里边怎么想的话 我都觉得特别痛快 就感觉就像 见了自己亲人一样 早就应该是 认识上的就好 那种感动 就是说根本就 用语言是没法表达的 就是 我今天要为你祈祷 亲爱的祖宫花 愿着真诚的祖宫花 一朵末百合花 开变一朵一朵月 开变一朵月 开变一朵美一处圆 我没有经历过什么沧桑 也没有经历过什么苦难 远征毫不讳言 是神将她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不光是钱了 不光是名和利了 其他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事都有 反正我就在这样子圈子里 感谢神把我从这个圈子里拣选出了 把我放到一个干净的地方了 让我接触了这些干净的人 当然也不就全干净 就我自己现在都不干净 有好多有的说那个杂念别 是有的时候会软弱一些 还是比较自我一些 不太听话 因为很个性很强 但是基本上还是神的孩子 不是说你不离开他 是他不离开你 因为你是他的孩子 就像就是你始终就像小孩摔倒 总是有一个手给他扶起来 对 太好了 李东宝 点着名找你 40岁了 所以人的感受呢 也都很多了 都经历过了 觉得什么都不新鲜了 应该是这样一个感觉 但始终我还是很新鲜 我就很奇怪 我说我为什么是这样子 而且很容易就感动 就是比如说激情戏 我就会特别的饱满的激情就出现 其实在这当中 每次我都是要祷告 因为我觉得 神给我的爱 还有因为这个爱 可能心是永远是在感动的 我伤为你 我伤为你再相爱 你爱重褒 将那宇宙充满中的山藏 你爱曾将将多少人 你爱曾经我们去生活 他去了教会大半年了 每个星天都去干一件事情 这什么事情呢 这个点是争吵 争吵没有神 其实无论怎么样争论 我发现我自己都能够自问自答 我觉得杏还是一个不 是必须去卖出去的 就像一个人说 那个苹果很好吃 但是研究很多的成分 但是如果不吃的话 还是不知道它的味道 所以我说还是杏吧 但是杏了以后 发现这个决定是太正确了 我原来从上学来说 就是高中 是全国重点的高中 是天津南开中学 上大学又是全国 就是说一流的在清华大学 这这么个就自然而然的呢 自己就觉得自己好像很厉害 总是提出一些非常非常古怪的问题 叫思辨嘛 反正就是诡辩 或者是说 对我信主影响最大的一件事呢 是我第一次祷告 在开口之前 仍然是那种就是很浮躁的状态 而且很难受 那么在我开口那一刹那 我觉得我一下子平静下来了 那些问题呢 就是说我也不在想了 它没有解决 但是我不在想了 而且我觉得我人非常快乐 我们夫妻俩人几乎是同时参加福音聚会 然后同时接受了祖 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每天晚上两人一起读经 他读一段 我读一段 然后呢一起祷告 物理学是一门实验的科学 要我信上帝呢 首先让我能够见到他 有一个姐妹说呢 他说其实啊 你可以在你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祷告 神会垂听的 他说诚心地祷告 神会垂听 那么后来呢 我有过几次的经历 其实神都垂听了 五四运动以来 理性和科学 一直被中国知识分子 视为至高无上 如今这些基督徒学者 做何感想呢 做数学的时候呢 那么都知道这个 一加一等于二十公里 这个东西 没有任何一个数学家 去推导这个东西 他是推导 其他数学的一个前提 我觉得认识神的存在 就类似于一加一等于二 像我最开始 在认识神的过程中 围绕着这个问题 我在那证明来证明去的 实际上呢 是没有意义的 而且这个东西 也不是人的智慧 能够证明出来的 我们在做的一些工作 比如说 合成一些不对称分子 一些药物分子等等 如果跟神的这个创造比起来 那是没有办法比的 而且都是一些 没有生命的东西 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们搞科学的人 越是深入搞下去呢 越觉得这位造物主 他的智慧 是我们不能去比的 如今 不少中国知识分子 正在研究基督教信仰 然而信仰的本质 不是理论 是一种新生命 认识上帝 也不是只靠理性 要用心灵和诚实 为什么人要活着 然后人真的会死了吗 就自己一个人 思想这问题的时候 然后觉得很痛苦 然后我就去烧香 去拜佛 然后觉得还是那样 后来有一次 我就问一个朋友 我就说 哎呀 那个教堂在那儿 您我想去教堂看看 然后去那天呢 又不是星期天 是星期二 那里面没有人 然后我就门都关着 我就死活说 要进去看看 然后他们就说 那你就放你们进来 坐一坐吧 然后我坐在那个地方 这时候我就很感动 我就一个在那里 我也不知道 当然我什么都不知道 莫名其妙的 很难过的哭了 大概哭了一个小时吧 一对基督徒夫妇 进入我们的家庭 然后带我们去了教会 在教会那一天 我们两个 同在教会里面 两个人都痛哭 就是那个眼泪哗哗了 就往上流 不知道为什么 就好像是 好像一笑嘴见到光明 炸到心里面去了 那种感觉 就像每一株小草 都需要阳光与水 没有一颗灵魂 不渴望上帝之爱的滋润 我上满节了 我上天室也播一下 为什么想来 因为可以保平安 就是为了圣诞祝福 因为我要等耶稣 以后就要等到底 今天要非得见着 你觉得进去肯定能见着耶稣吗 肯定能 只要你信他就行 我觉得基督教是一种和平的教 一种和平的这种宪征 让我感觉非常的美 现在大家 对 现在大家不都是想往和平吗 也是说到这里来 也是为世界祈祷这个和平 我经常到这里来 我要不清楚的话 我肯定不会想象这么好 如果这个国家全都是基督徒的话 国家肯定非常好 不仅每年圣诞夜这里人潮蜂拥 每个礼拜天 各教堂也拥挤不堪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多年来 北京的基督徒从几万增加到几十万 教堂却从六十六所减少到六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六所 虽然一直受维吾主义教育的中国人 也许不懂得什么叫做心灵饥渴 然而他们的心灵 却是万分饥渴着 总是觉得心里头缺少一种东西 而且在幼儿园吧 虽然那个单位是挺不错的 我去了陈老师就说 其实你不如在养鸡场 养鸡场跟鸡打交道 好打交道 跟人可不好打 我一去 他说你这人时尚 你一定要留心 跟什么园长出关系 哎呦 我到那儿呢 以后我才觉得 我说可能我选择这个单位 选择错了 因为我这人特别好 没那么多心眼儿 跟人家斗不过心眼儿 完了呢 我怎么觉得活得那么累啊 我说怎么成天活得那么累 钱也不缺 反正呢 跟我爱人说 我说我怎么特别想找一个 没有人的地儿 哇哇哇大哭一场 他老子跟我开玩笑 他特别好开玩笑 我夫妻感情也超好 他说你准时嫁给我后悔了 我说不是 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说我怎么就那么烦的 结果我那天夜里就自己啊 就哭了一顿 也不知道为什么 第二天我一上班了 就找传个 我福音刚才那陈老师 我就找他去了 他说我到他面前 不知道为什么 就哭 他说你怎么了 你两人吵架来了 我说也没有 我说反正我就心里特别烦 他说我看你该聚会去了 我传你那么长时间 让你信住 你老说信 你老说等孩子大了再去 我看你是该聚会 我说可能我也真的该聚会了 结果我聚会的第一首歌 就是觉得 是耶稣驱散了我心中的黑暗 是耶稣驱散了我心中的苦寒 从此我不再哭 我都问自己路 怎么这样呢 那我说这歌谁写的呀 怎么都说到我心里的事啊 我跑调唱歌 可跑调的 可是我那天可爱唱的 陈老师就就我衣服 你小点声 泥袍给大家都带跑了 我说我就爱唱 哎呦 抱着这歌就那天晚上 哎呦 就这么高兴 心里一下都亮了 第二天早上醒的 第一件事就找这张纸 哎呦 就念这词 哎呦 去台道天的那一遍 又这高兴 从那一次 从基督教来说的话 他的核心的信息 是各种灵魂得救 最关键的就在于 你的整个对生病的感觉 会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他生活在这个世界 受了生活 受了这个世界的各种各样的限制 但是他的精神 以及他的得救 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 当代学者刘晓峰 对信仰本质的执着 影响到许多青年知识分子 我上个月到中山大学系讲课的时候 讲完呢 有一个学生就起来说 他说你是基督徒 那么你就不是中国人 哎 他说你是中国人 怎么会信基督教呢 基督教的话是西方的东西 在接受基督教的时候呢 我首先是要解决 作为个人 个人的问题 我作为一个人的问题 所以我一再提的就是说 人的问题是先于中国人的问题 街坊前说 多一个人信耶稣 就烧了一个中国人 就是这个人不像中国人的 他好像个西方人 而现今人们的评价来说 多个人信耶稣 就救了一个中国人 甚至得了一个中国人 他再不是吸烟啊 嫖毒啊 抽大烟啊 去犯罪啊 去烧杀啊 去抢夺啊 去恨恶别人啊 去扰乱社会啊 再不会 从一个基督书之前 我就没有 没有人来跟我讲 就是入党的事情 可是当我那个 刚信了好像刚三天 这书就跟我过来说 哎 说你要考虑一下 入党的事情吗 我说 我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了 他没想到 哎呦 那个书记就 哎 基督徒也很好啊 他说那个 我身边有几个老人 也是信去做的 他说他们非常善良 哎呦 我心里就感谢主 单位领导找我 听说你信上帝 说你又是个党员 你 你不可两个信仰 你信他不可信神 啊 但是我说党很好 我这几年 在党的捕育下 这样的工作啊 但是我说通心里耶稣 走平安领导 祝福领导 喜乐领导 啊 党好 主更好嘛 主主有管命嘛 生命嘛 说我这个 我决定要信耶稣 他看我决定了 他说你就 你退一下吧 你退党嘛 后来之后很好啊 也不开会了 也不交拿党费了 我个得自由了 除了我上班那个班时候 我就可以和我的主力的弟兄姊妹 敬拜我们的神 我一直做财务嘛 做了两年之后 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情 就是我们公司突然就要设两本账 就开始等于说要做假账了 你如果不做假账 你可能不要说这份工作失掉 你可能所有的工作就失掉 因为你做财务到哪里现在都要做假账 我挣扎了一个晚上 我对主说 我说让我做到月底吧 但是神他就不放过 我说你今天知道不对 你今天就要开始不做 礼拜一上班的时候 我什么事情都不做 我就跑到我们总经理面前 我说 我说我是基督徒 我的神不允许我做假账 所以我现在我不能做那本账 我只做我该做的这部分 然后公司就要求我辞职 但是我祷告下的神没有带领我辞职 我就是我随便公司怎么处理我 我都接受 后来把我换到现在的维修部 就这件事情 所以那时候全大卫都知道我幸福了 相信神是很有力量 很有力量的 要不然绝对改变不了 我的儿子跟媳妇 他们俩以前的生活 那你了解他的人就知道了 那生活简单是没法说的了 简单上海滩上的 就是这种比较地下的那种人 我是不愿意见到的 所以现在他们完全变了 变得这么好 你说我怎么不感谢上帝 所以我我已经参加了四次了 我自从看到他们改变以后 我每次他就叫我来 因为我儿子爱我 希望我也能够跟他一样进天国 希望跟大家一起 都像姐妹兄弟一样 冲天要宰树 他们就那个跟那个罗华 都要不知道是个什么 打过就联络 那些干部去宰树 他们就要听北顿 就不愿意去 他们一个信耶稣说 那个教会一周旨 就周旨几百弟兄姊们 拿着铁锹去 一两点都把那个书都给摘起来 那个局长是个傻黑 他们见花了 见了花以后 弟兄都没说 你也感谢祝 他说感谢祝 感谢祝 在老教所里面 一听说基督徒进来了 他们高兴得不得了 他又有人当班长了 因为在那里面最放心的是基督徒 你说保管员 还是监管 还是班长 这一班来说 对别人不放心的 那都是这个都交给基督徒来说 有些基督徒走的时间 甚至那些领导都是 念念不舍的 真舍不得你走 从这个老教授里面被释放的时候 可以说我们的七个领导 就拉着我说 老金 舍不掉你 像你这种人 你再多做三年 我们才欢迎你 所以从那一天之后 他们说了 我希望你回去好好信 有四个领导信主 四个干部信主 我们就吃在一起 住在一起 他们全都是女的 他们都讲了很多 就是 我临走的前 他说 哎呀 这个地方真的不是好的 如果好地方 我们绝对不让你走 我们会给你留在这儿来 干部们呢 也看见我们信主人呢 确确实实是好人呢 在那里说 那外号 都是自由贩 都是我们的 在那里看菜园 给干部们分菜 派出所公安的人 他们也讲说 你们如果都信耶稣的话 那我们就没有什么事情好做了 所以说 这个传辟的工作 不只是说一个旧人的灵魂的问题 那同时也是给社会带来一种祝福 那整个社会的风气的那个转变 我们所有的员工呢 都从教会找来的 主日聚会我们四个教堂 肯定要有六百人 因为我们六百个员工 他都做礼拜 每天有找到 有玩到 有这个小组插经 这个企业呢 每个企业都有一个 就是祷告箱 就客人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比如我面临着生意失败 或者是我面临着离婚的问题 或者我面临着什么问题 我写出来 然后我们定期 每个星期打开一次 拿出来 就是为这个客人祷告 以前我们靠着 你好 这一个道风景线 现在我们靠着耶稣 是一道风景线 大家来都在这里寻求耶稣 有的顾客也不知道耶稣是什么 他们从来没有听说 但是在我们这 听说了之后呢 他们就到了教会 我们最高兴的就是 在教会里也能看到我们的顾客 有很多人都给我们提借 你们要上小节 要上卡罗克 我们是坚决拒绝这件事 有一个顾客打电话 他要给他爱人打电话 我在华夏名书村呢 晚点回去 电话就了 这是一个简单的一句话 但是呢 给我的感动特别疼 他可能以前 要给他妻子打电话 请假的话 他得说很多话 讲很多理由 但是搁我这打电话 我在华夏名书村呢 晚一点回去 电话就了 我感觉是一种诚实的向上 而且是一种圣洁的 我们从电视上 第一眼看到发洪水的时候 就好多人就流泪了 虽然我们的祖先大部分都在东北 南方并没有什么牵挂 可是那一天的员工的感动很大 然后我们当天晚上 就为了祷告奉献 那一天晚上我们员工 一共奉献的是十三万五 然后第二天早上七早 就派一个总经理 送到了一个银行 交通银行 告诉给那摘区寄过去 主呢是爱我们 同样的可以让我们爱世人 这里能感受到人和人之间的爱 人和人之间的温暖 所以挣多少钱我都不在乎 就是付多少辛苦我也不在乎 因为我在这里干的 感觉到喜乐 我们每年开一次家长联系会 把家长都请到谁上来 看看我们这个企业 最主要是让员工家长 看看他们的子女 在什么样的一种生活中生 有很多家长不信主 来到这之后 一看看见他们的孩子 信主之后的变化 他们都来到上帝面前 他们主动去到他们 自己家乡的教会去 九三年自主经营 到今天 有这样一个规模的企业 是个三级 每天都是应接不响 大伙都在问 你用什么方法 叫这些人来者 我说我信上帝 我们现在经营呢 可以说不是在经营起 乃是在经营 神给我们的爱 有什么事 比如顾客 难免有一些吵吵闹闹闹的事 他们第一件事 是祷告神 在神面前流泪的去祷告 我也是每天 归在神面前祷告 那些员工也是 我感觉他们的心情 比我还迫切 我要求你不断地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 让我们每个人 都能在基督里面 主啊 用我们年轻的生命 去见证那活泼的生命 我以前求 主啊 你给我财富 但是我今天所求的 只有一件事 主啊 你使用我 你去用我 这是我一生最幸福的 生命的河 喜乐的河 黄黄流进我的心窝 生命的河 喜乐的河 黄黄流进我的心窝 我要唱那一首歌 唱一首天上的歌 天上的雾云 心里的忧伤 全都散落 我要唱那一首歌 唱一首天上的歌 天上的雾云 心里的忧伤 全都散落 唱一首歌 春天上的雾云 云伤 in俱乐的河 苏黄流进我的心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